圣经由谁编写 它与其他宗教典籍有何分别 与其他世界宗教典籍相比 圣经是独特的 不是由一个人编写 旧约和新约是由四十位不同的作者所编写 写于亚洲、非洲和欧洲 前后写作的时间共计一千六百年 除了独特的作者身份 圣经还包含许多的预言 并且随后一一的实现 比如多个旧约先知 对于弥赛亚的来临 给予三百个具体的预言 例如他在哪里诞生 他在哪里长大等等 一百年后 这些预言一一的被耶稣基督成就 这些预言的成就说明 为什么作者可以写 耶和华这样说 他们是代表唯一知道起初的那位来说话 圣经是否被更改 并且随着时间被破坏 一些人有个念头 新约被翻译了无数次 以在翻译的过程中遭到破坏 若这些翻译是根据其他译本的话 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 但是这些翻译不是根据其他译本 而是根据古代所找到的希腊语原文 手抄本 我们深信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新约 是忠于原文 因为我们拥有为数众多的手抄本 超过五千份 这些手抄本的记录是彼此一致的 拥有99.5%的一致性 找到手抄本的时间 与作者的原作时间很相近 新约是人类最可靠的古代文件 无数人的生命因着这本书而改变 圣经是人类史上最持久的畅销书 每日患难彷徨 人就纷纷转向圣经 寻求安慰盼望和指引 圣经这字来自希腊文 以为纳书 这指明圣经是世上书中那独一的书 历史上许多名人因读圣经受感而相信基督 两千年来 虽然许多君王大帝和政权试图消灭圣经 但是地上没有任何能力 能将人从这本书 以及书中这奇妙的人为引开 圣经所启示的基督 在今日仍如两千年前一样新鲜 地上没有一个人的传记 能像耶稣基督的一生那样 改变诸多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 你也愿意试试阅读这本 改变了无数人生命的书中之书吗